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安 说到手机支付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用 手机支付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同时也存在了安全隐患 如果手机呢不慎丢失或被偷了 那么我们微信里的钱包和绑定的银行卡里的钱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有很多人不明白 手机支付是需要密码的 怎么会有危险呢 其实手机钱包里有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收付款功能 收付款是不需要密码的 陌生人呢只需要点开你这个收付款 就会有二维码 商家只需要拿着扫码枪对着你这个二维码一扫 里面的钱就会全部被扫走 这上面还有更换支付方式 打开零钱 这里是你绑定的银行卡 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如何让自己钱包更加安全呢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简单设置一下 首先打开钱包 右上角这个设置功能打开 打开支付安全 之后打开钱包锁 这时呢可以选择指纹解锁和手势密码解锁 那么这两种解锁方式呢指纹锁是更方便一点 打开它 然后我们需要输入密码设置一下 在这里呢没有设置过指纹的话就按操作 入一下指纹 我这里呢以前设置过 所以扫一下指纹就设置完成 可以了 那这样手机钱包就安全了 如果手机被偷了 被不法分子使用 那么它是根本进不到我们的钱包 这样收付款的二维码就刷不了了 所以加了指纹锁就放心多了 希望这个视频呢帮到你 学会了就赶快自己设置一下吧 爱生活是小描章 我们下期再见哦